早在今年3月份 谷天乐 萱萱等电视局版的 这个寻情记的原班人马呢 就是宣布了要筹拍电影版的寻情记 计划今年年底是要开机了 但是主演之一的萱萱最近有点上火 为什么呢 还没开机呢 自己啊 先挂彩了 所有人不要一边走路一边玩手机 对 然后下楼梯就扭到了 真的 蛮严重 因为声音很大 扭到的那一下我真的很疼 萱萱崴了脚 导致整个脚步肿胀 还迟迟不见好转 而筹备已久的电影版寻情记即将开机 眼看这只瘸脚要耽误全组进度 萱萱着急地直上火 昨天看了之后 他说你不要担心 因为骨头一点事都没有 他昨天把他帮我推 推得很疼 很痛 他说你会痛好几天 然后做了针灸 那后过两天再去看他 他说应该会好一点 但是要时间 他也不敢说 因为每个人不一样 扶元的时间不一样 那我就很担心 因为寻情记要开工 那怎么办 2001年 萱萱和古天乐出演的电视剧寻情记 一经播出 就收到了不少好评 而萱萱也凭借着娇俏可人 敢爱敢恨的乌廷方一角 入围了2001年 万千清晖典礼最佳女主角 你明白吗 I love you 时隔17年 古天乐 萱萱 凌峰等主创 又将再次集结 共同出演电影版寻情记 少了谁似乎都对不住原版剧迷的期待 只是今时不同往日 光有原版人马还不够 电影版寻情记 想要拍出新感动 主创们还得在剧情上做功课 已经说了很多年要开拍 那为什么到现在才开拍 我听说就是因为他有要求 因为对他来说 我寻寻记是他的代表作 对他来影响会最大 我们谈过 但是那当然会还是演那个角色 但是我觉得应该 应该不会是那个年代的 那个乌廷方 应该是已经长大了 我们过了一段时间 毕竟我们样子跟从前有点不一样 文明星天地 香港独家采访报道